党政焦点继续来看到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严压到明年1月 但党主席请假直到11月底 眼看党代表即将改选 民众党今天召开了中央委员会 一致通过决议再延长柯文哲假单3个月到明年的2月底 并暂缓推选代理党主席 成功稳住柯文哲精神领袖的地位 一致通过本案柯文哲继续请假3个月到2025年的2月28日 柯文哲党主席位子暂时保住了 美中朗周一召开中央委员会 严看柯文哲假单11月底就届满 14位中央委员一致同意通过延长请假案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取得他的看法 但是本党最高的权力机构 党章并没有对请假的期限做限制 柯文哲将被延压制明年1月 民众党群落无首是否改选或选出代理党主席 12月党代表改选各派系磨刀磨磨磨 包含以蔡壁如为首的地方派 还有国昌派的暗中角力 不过保科派率先出招 目前全党上下团结一致 没有代理主席的问题 会后记者会上黄国昌没坐在C位 主席请假期间将由中央紧急应变小组 继续代为行使职权 只是被问